重荣钦 让人孤身床 就跟泰山歕 这根毛床种在泰山底下 有依靠 与君为兴婚 兔四符女卢 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两个每天在一起 就让兔四跟女卢 每天缠绕在一起 兔四生又四 夫妇慧又一 我们两个一夫一妻 每天都在一起 就像兔子女龙生在一起 但是千里远结婚 又有个三匹 但是后来你就走开了 我们录个千里 录个千里 下面就像是思虑了 死君临人老 先去雷何此 我天天的思念 人都老掉了 你这个官员坐的车子 为什么还迟迟不雷呢 双臂蓝会花 寒阴阳光会 可怜啊 我现在每天 尽管我长得非常漂亮 每天我这光辉都会浪费掉 你过时而不采 江水秋草味 你假如过时不来采的话 我就像秋天一样的枯草一样的 就变老了 你再回来看到我 就是个老太婆了 君临之高见 见切也何为 最后安慰自己 我的丈夫 她心中只有我 她在外面能够坚守住 我在家里 为什么还要自怨自哀呢 等着吧 我的丈夫执照会回来的 有希望的 有希望的 这首诗大家看看 也完整地表达了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古诗色旧手 它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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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大家很熟悉了 调调千牛星 这个传说我们大家 牛郎正女的故事 很早就有了 在古诗色旧手里也有出体现 调调千牛星 调调很遥远的 大家会不会看天上的星星啊 认识千牛星吗 认识整女星吗 哎呀可惜 现在大家条件好了 夏天大家空调房里一钻就行了 我们年轻的少年时期 根本没有空调没有电扇 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 院子里乘凉 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有时候大家一起乘凉的时候 没什么事情干了 就跟你讲天上的星星 天上星星的故事 他跟你讲哪颗最亮的是真女星 哪颗亮的是牛郎星 记住 大家下次暑假回去的时候 晚上在院子里过一个晚上 不要过一个晚上 把你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 或者爸爸妈妈叫出来 只给我看 你说哪个是北斗星 哪个是青牛星 哪个是真女星 中国人 鲜牛星跟这女星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鲜牛星中间一颗亮的 两边两个暗一点 但是看得清楚 不亮一点 也不叫暗的 不亮一点 一颗星星很大 边上两个小星星 表示牛郎就挑了一个担子 前面一个女儿 后面一个儿子 这女星表示她一个书字 一个书字 这部的书像个书字一样的 四颗星斜的 这个数学里叫什么形状 这是我现在数学学了长久了 我都忘掉了 这是这样子的一颗星 当然我画的还不太准确 它是这样子 可以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这个线圆起来 所以这个 因为星象的关系 古人对星象啊 它总会产生很多的联想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产生了一个牛郎镇女的故事 我们大家看看 看看这个诗歌里面怎么写 所以我们两千多年以前啊 这个故事已经产生了 当然最后发展到截至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年峰阴眼的牛郎镇女这个电影是家喻户晓 看过没有 《牛郎镇女》啊 这故事啊 以后找来看看 现在大家都书忙着啊 电脑里都可以找到的啊 大家可以在年峰阴眼的黄梅戏那个《牛郎镇女》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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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跳跳千牛星 叫叫合汉女 就是千牛星啊 这个喬叫 那么 叫叫合汉女 合汉女就是这女星啊 这女星 中间呢 咬说就是宁河 中间就是宁河 我们的故事当中宁河 王母娘娘把他们撤山了以后啊 把他们在宁河的两岸 你只有每年的七月七号的晚上 农烈七月七号的晚上 让他们喜鹊大桥啊 让他们见一个面 这是一个很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 是吧 千千着树手 杂杂融极树 终日不成招 七体凌如雨 和汉亲切前 相去伏击许 盈盈一水见 暮暮不得雨 这诗写得多好 大家看看 诗写得多好 五十个字 悄悄千牛心 佼佼和汉女 千千着树手 杂杂融极树 第一句讲的是千牛心 侄女心 第二句想象当中的侄女 她是千千做树手 树就是白 她手都很白的 她每天在这步 每天在这天上的云彩 是不是 终日不成招 其体凌如雨 但是这那一天 也这不成一朵花 脏就是花纹 这个叫脏 文章文章就是花纹 每天这不成 原来这部的任务 完成不了 切体凌如雨 每天流眼泪 为什么呢 她没有跟千牛心在一起 下面感叹了 和汉亲切且相聚 这个银河是很轻的 是很浅的 相去 我们下面看看 好像搁得也不远 但是 银银一水间 这个水呢 就是一条水搁着 默默不得雨 只好大家思想看看 你看我 我看你 讲话都不可能 讲话都不可能 一个非常凄美的一个故事 这次讲 牛郎郑女啊 各地凝合 这次讲 侄女呢 各地凝合 遥望牛郎的 一种仇苦心情 表现了爱情 受侄母式的痛苦 侄母式的痛苦 牛郎郑女的故事 在汉代已经产生 班固的西东府里 也有这样子的话 林湖昆明子词 祖牵牛儿 幼郑女 死云汉子无牙 比方说我们哪个同学 做毕业论文的话 你可以写一下 牛郎郑女故事的演变 是不是 到黄梅系剧本里 你想 牛郎郑女演变成什么故事了 在 东汉 班固的西东府里 就可以写到 牛郎郑女的故事 就有了 古诗社旧手里也有 牛郎郑女的故事 那么以后的 诗歌里写的很多 假如哪个同学 做多诗的有心人的话 你把牛郎郑女的 全部诗歌 全部故事都把它收集起来 最后能够 做成一篇文章 这也是很 很好的一篇文章 是不是 你想 这首诗里面 跟我们今天的 牛郎故事 证据有什么不同 我们后来的 牛郎证据故事 是发展得非常完美 牛郎的爸爸妈妈死了 牛郎在家里跟着 大哥跟大嫂 大哥跟大嫂对他不好 自己住了大房子 分给他一个什么东西 兄弟之间分家 牛郎后来提出来 你把老牛分给我吧 是不是 最后老牛怎么样 那么真女这边又怎么样 对不对 最后怎么样 大家看看 这里面有没有提到 什么七月七的 咱们缺墙下面相会 有没有 还没有 是不是啊 他们有没有讲到 牛郎的身份怎么样 也没有 看起来这是故事的 最早的情形 故事的情景 我们大家知道 最后都是一点一点 加上去的 一点一点加上去的 就像我们今天的 三国演义 你去看看三国字里的描写 跟三国演义的描写 相差很多很多 都是后来的人 说书的人 你加一点 我加一点 大家集体创作加上去的 是不是啊 你像曹操的形象 关羽的形象 诸葛亮的形象 三国字跟三国演义里面 都不同的 刘备也不同的 刘备 你像三国演义里面 他都是温文尔雅的一个人 对不对啊 好像是个文人一样的 但是他也会双骨剑 但是你去看三国字里面 三国演义第一回 就是张艺的路边堕游 刘备关于张飞 参加了剿灭黄金军的战斗 最后刘备得到了官子 叫县威 县威就相当于 我们今天的副县长 兼公安局局长 刘备本身就嫌他这个官小了 最后堕游 就是上面派下来的 检查工作的人 还向他撕毁 刘备要送给我多少钱 多少钱 不给他钱 他就每天审查他 审查个不了 刘备活起来了 你去看看三国字 刘璇的路边堕游 刘备活起来了 把堕游抓起来 绑起来 打了一顿 最后印还给他 你在这儿 我走了 小破县官 副县官 我还看不起呢 对不对啊 但是如果这样子 三国演义里 如果这样想的话 大家会感到 刘备是一个很出路的人 所以他把这个故事情节移到张飞身上去了 所以张飞一出来 我们就感到张飞的形象是非常之的好 是不是啊 三国演义里你看 关羽描写的多么好啊 曹操送给他那么多美女 他一个都不要 我到许昌去看 他们说关羽怎么样怎么样 但你去看看三国演义里面 三国演义里面 曹操叫关羽去打一个陈 打一个陈 关羽跟曹操讲 打下陈可以啊 打下了之后 里面有个将军的妻子 你要给我的 那是个美女啊 曹操说可以啊 你去打吧 曹操也是很喜欢美女的一个人啊 他派了一个显兵队 我们今天画的显兵队 关羽打下陈 他显兵队就进去了 先到那个将军家里把那个女子拿走了 关羽气得不得了 后来关羽李佩勒曹操 但这种情节 这三国演义里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 我们大家要要要要要注意 这个故事的演变到底怎么样 演变起来 我们研究它的过程 诸葛亮 诸葛亮在三国自立的形象 他是一个常于证悟的人 但打仗方面他是缺少 他打仗不这么行的人 但后来三国演义里面 你看描写诸葛亮这神迹妙算啊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归到他身上去 戒东风 草传戒戒 把人家的故事都移植到他身上去了 最后诸葛亮打仗方面是不得了 司马懿根本打不顾他 是不是啊 甚至死了以后 他也可以把司马懿弄走 是不是啊 神迹的不得了 但这个故事情节的演变 很多人代表了我们后人后人的思想 所以牛郎镇女的故事也这样子 从古诗十九首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一个原型 他的故事怎么样子 以后怎么样子 越步越步越步的丰满起来 是吧 最后 这里有没有出现牛郎的老牛有没有出现啊 只有讲到了条条切牛星 没有讲到老牛 最后牛郎镇女故事 这个老牛是会讲话的 老牛跟他讲 你牛郎一个人 我跟你娶一个邪妇 再去看仙女洗澡 对不对啊 你怎么把娶仙女的呢 哪个人的衣服脱下来 让她回不到天上去 那你就是你的妻子了 等等等等 这个老牛也变得非常神奇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故事一步一步丰满起来 丰满起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研究文学 研究它的发展过程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调调切牛星 调调切牛星主要是表现了爱情的不容易 大家看看 这也是一首《梦动寒气子》啊 也是写的也是一首《思念》 也是写《思念人》的一首诗歌 这是一个女子《思念丈夫》的一首诗歌 大家看一下 《梦动寒气子》 《梦动》就是冬天的第一个月 《梦动寒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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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动寒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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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动� 我们叫择起来看什么呢 看看天上的星星 三五明月满 四五蝉吐雀 三五就是十五吧 每个月的十五 农历的十五 这个月亮都是很满的很圆的 四五二十 我们大家简单的算数 大家都会算 四五二十 农历二十的时候 蝉吐雀 就是这个住着兔子 住着蝉雏 这个蝉就是蝉雏 就是赖哈玛 这个月亮里面有个赖哈玛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见看不见没有 蝉兔 据说古代的神话当中 所以月亮当中有蝉雏 有蝉兔 蝉雏是肯定可以肯定的 我们今天躲着的是 汉队的四个 我到河南南洋去看到了 墓里面出土的很多的 汉队的一些画像石 汉队的画像石里面 一根柱子是太阳 一根柱子是蝉雏 月亮 可见古人对于蝉雏 在余亮里面肯定有个蝉雏 这个是没话好试的 肯定有的 肯定有的 四五蝉兔 这个蝉兔也就是余亮 跟这边的余亮是相对的 相对的 客从远方来为我一收藏 客人从远方来 他送给我一封信 一封信 一个书诈 书诈 书诈里面讲什么呢 上演长香寺 下演久别里 信的一半内容讲到了 我思念你啊 她丈夫说我非常思念 思念家乡 下面讲到了久别里 实际上就是内容 这封信里面的内容 讲到了我离家已经比较久了 我非常的思念家乡 这封信啊真是家书底万经 这个女孩子真的 女子啊真的非常高兴 丈夫千里此外还给她写信 这封信保存了多少时间 大家看看 自书怀秀中 我把这封信呢 就放在自己的怀里面 三岁一字不明 放了好几年 这封信放在身边 放了好几年 三岁 三岁就是三年嘛 三我给大家讲过来 就是多年的意思 多年 这封信我还放在身边 经常拿出来看看 丈夫还是思念我的 字不明 这个字啊 这个字不明 这是诗歌 就是说我把这封信保存得很好 放在身边 经常拿 心里想丈夫的时候 就拿出来看看 一心抱区区 拒绝你 不审查 区区就是中爱 我自己心里啊 区区自行 我心里对你非常中爱 我就是一心忠于你丈夫的 我自怕你不知道 我在家里一直等着你 一直思念着你 绝对不会什么乱搞 你放心 这个这个这个 我就等着你回来 这是一首写师父怀人的诗 前半呢 写寒冬夜场 师父难昧 厚本写 师父对于三年以前来信的 倍加爱护 已见自己 知爱之情 下面这首一样的 课从远方来 课从远方来 为我一端棋 相去万语里 夫人心善儿 文才双鸳鸯 才为何欢备 注意长相思 愿意就不解 一高头七种 谁能比离此 一样 丈夫出门在外面 这首诗歌啊 我们今天看看 这个余福斯的气息 更加浓一点 客人从远方来 送给我一段仇段 相去万语里啊 故人心里还记着我 我把这个仇段做成什么呢 文才双鸳鸯 才为何欢备 注意长相思 愿意就不解 最后比喻 以高头七种 谁能比离此 我们两个感情啊 真的是如高四切 古斯社交手的艺术特征 我把它讲一讲 第一 古斯社交手跟汉悦夫不同 他是长语苏情 他苏情的方法 往往是用事物的烘托 容情若紧 与紧与情 两者紧密结合 达到随如交融的警戒 第二 古斯社交手的艺术特征是 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 书写作者的内心活动 苏情当中带有叙事的意味 使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呢 更加鲜明特措 第三 善于运用鼻性的手法 隐寸烘托 琢磨不多 但严禁止远 含蕴 含血蕴长 余味无穷 第四 语言呢 不假雕塑 浅静自然 但又 异常精烈 含语丰富 内人寻味 从此 古斯社交手的高度的艺术成就啊 就是五言诗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的标志 成熟阶段的标志 古斯社交手后人评价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后人有人评价他是一字千金的 一个字啊 一字千金的 所以古斯社交手啊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啊 好好的所多所多 体会体会